股市罗宾汉 由罗文斌分析师 带您综横股海 掌握标股先机 欢迎收听 股市罗宾汉 领先投资就是在 本节目由News98 与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直播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大家好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 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菲萍 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最能掌握市场法案 冲动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老菲萍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 祝大家廉价愉快 我们看一下廉价钱 我们的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加工官指数人间最低在 15477点 最高在15580点 收盘的时候大涨了167点 来到15579点 小总值也来到了2222亿元 来 听众们 今天大盘表现相当不错 我们手上的股票 恭喜我的会员好朋友们 我们是一个单 两个单 三个单 四个单 五个单 不止 还有六个单 七个单 我们这档好股票 6148的华红资 七根涨停板 真的是太强太强了 恭喜我的会员伴们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就能够怎么样 转波段好行情了 最后听众朋友们 廉价回来之后 到底要怎么样来布局 能够成为股市当中 继续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呢 赶快请向我们的专家 卢老师 那又到了周末 那我们看到这个礼拜 这个台北股市是先跌后涨 那尤其前一段时间 在前几天 那跌破了这个季线 还引起大家的一阵恐慌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就目前来看 就格局上面 其实它并没有脱离 所谓的区间震荡的一个架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说过 大盘的今天涨多少了 跌多少了 其实怎么样 平常心看待就好 其实重点还是在于说 你的操作面 你是如何来应对 又或者我换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看看金兔年以来 我们要扣除掉 在开红盘当天怎么样 大涨560点 你看到现在 从1月底到现在4月底 刚好三个月过去了 那你看这三个月过去了 这个家圈指数涨多少 其实从那一天 开红盘当天收盘 收在15493 到今天收盘15579 来你自己算一下 那多少 三个月 是 涨了86点 不是860点 是涨了86点 三个月去86点 可是你不要想说 那三个月才涨86点 这是什么鸟行情 我告诉各位 你自己看看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就只有指数涨86点 这段时间里面 你去看看 盘面上有多少股票 怎么样 它是创新高 甚至于怎么样 甚至于还大涨超过倍数 有没有 所以重点在哪 重点是在于说 对于这些能够有大涨 倍数也好 创新高也好 这些股票 你到底能够掌握到几档 我想这才是重点 重点 重点 我过去常常跟各位讲 你自己问自己 对 我请问你到股市里头 你的目的是什么 赚钱 你说要赚钱 对 我知道是赚钱 那我请问各位 你要赚大钱 还是要赚小钱 大钱 你是为了赚个3%啦 5%啦 了不起10% 20% 我说你是为了赚你的 加菜金来的 赚你的零用钱来的 还是希望你能够 圆你一个梦想 你是有大理想 大抱负 所以你进来股市 你要赚大钱 大钱 我讲多数人 都是为了赚大钱 是啊 可是你要赚大钱 那到底该怎么做 对不对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在没有行情的时候 巧妇难为无米之吹 我不敢跟你讲什么 我只能尽力 但是即便如此 你看去年 在大跌6000点的行情里面 我们还是奋力的 帮各位怎么样 让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所有忠实的听众朋友 在去年能够不受伤 甚至于还大获全胜 但是没有行情 我们都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那我说过 当有行情的时候 那你可想而知 是不是我们能够帮掌握 帮大家所掌握到的一些 所谓的标股 倍数股 那就一定更多了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你看在今年一开春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时我是不是就告诉大家 倍数行情又来了 有 记不记得 当时我说倍数行情又来了 只是我不晓得当时 你有没有把我们所说的话 给听进去 有没有 当时我就说了 倍数行情来了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回头看 我只问各位 倍数行情来了没 盘面上有没有超过倍数的股票 有没有 有 我想有啊 对不对 好 那这些倍数的股票 投资票 你问问自己 你掌握了机档 是 你做到的机档 又或者我再这么说好的 我请问你的老师 在这些倍数的股票里面 他帮你掌握了多少 他帮你掌握了几档 他带你赚了几档 我想 好 这才是重点 中的重点 是 你反观我们 对不对 我说一路走过来 就说三个月就好了 这三个月 我们帮各位掌握到什么 我们有没有帮各位 掌握到倍数股 我这样说好了 我们掌握到还不止一档 不止一档 我们有几档 有一档 两档 三档 甚至于现在怎么样 第四档都呼之欲出了 那到底我们帮各位 掌握了哪些倍数股 其实所有中史的观众都知道 我们都要讲会员了 对不对 第一档 谁 2453的林群 对不对 当时我们帮各位掌握到 整个AI的一个大趋势 有没有 当时我还特别告诉各位 AI 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大方向 所以你不要预设立场 所以当时我们帮各位 掌握到林群 你看当时30出头的林群 后来一口气涨到哪里 一口气涨到72块 甚至于又涨到了84块 是 30出头的股票 涨到了84块 没错 你说他有没有涨超过倍数 有 还不止倍数 甚至于都已经超过1.5倍了 有没有 有 好 那林群 我们在布完局之后 涨上去之后 我们立马帮各位 把握了第二档 也就是更喷的谁 更喷的贝利 有 对不对 好 当时我记得我们在带着会员 切入贝利的时候 在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贝利多少钱 6字头 6字头 大概在65到68之间 我们是连续的一个布局 在区间的一个布局 反正价位就在那个位置 是 好 那后来贝利 从65到68这个区间 后来一口气涨到哪里 一口气涨到165 前面整整多了一个1 你自己把它换算成percentage 有没有涨超过一倍 超过1.5倍 接近1.6倍 有 这是我们帮各位掌握的第二档 一个倍数股 那第三档是谁 第三档 6751的质连符 是不是也是AI的一个标的 有没有 一样 这档股票 我们当时在六字头 也是做一个切入 那后来一口气涨到了105 那后来我们在高档 出一趟以后 有没有 拉回我们再买 你看现在第二趟的一个操作 又涨到哪里 又涨到140几块 那你说 你看从六字头 一个口气涨到143 是 来回 这样已经做几点 两趟 两趟 你说有没有超过倍数 刚刚倍率也是一样 刚刚我只讲了第一段 第二段现在还在涨 还在涨 对不对 你看当时六字头 买进的一个倍率 后来涨到165 那时候我们在高档 出一趟之后 我们拉回有没有 是不是上个礼拜 是 4月14号 我们第二趟 把它买回来 有没有 我说那一天的一个低点在哪里 那一天的低点在125块 收盘在哪里 收盘在132块 不管你买在125也好 你买在132也好 对 到了这一波最高点来到219块 是不是又快一倍了 对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连同第一段 好 连同第一段算起来的话 你看有没有涨超过两倍 甚至于接近三倍 对不对 这是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一个倍数股 那一样 我说过投资朋友 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行情 你掌握到几档倍数股 你的老师又帮你掌握到几档倍数股 那更不要讲说现在第四档 第四档 都快要出来了 那第四档是谁 华洪姿 对不对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凌群贝利致连福大赚倍数之后 接下来锁定的 是不是就是这一档6148的 这一档华洪姿 有没有 当时记不记得在四月初的时候 我们还让各位怎么样 军工AI生计三选一 有没有 当时我还告诉各位 AI这一档是全新的标的 当市场大家都在讲AI都在讲什么 都在讲凌群 跟着我们后面来讲凌群 贝利致连福的时候 我们已经帮各位锁定这档全新的标的 而且我们说过 它是一档低价股 多地20出头了 20出头的股票 人人买得起是各个赚得到 有没有 你看当时那档20出头的股票 今天多少 今天已经36.65了 已经快要37块 眼看着怎么样 你看到今天 已经拉出第几根掌停板 已经拉出第七根的一个掌停板 现在你看盘面上 有没有每天一堆人 都在讲华红资 今天Q一台几只啦 这次Q一台几只啦 怎么样 大家都变成华红资的专家了 但是我觉得很微妙的是什么 当时我记得把这档股票在节目里面 当时三选一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很多人还在问我说 这是什么高票 这不要听过 更不要讲说盘面上根本也没有人在讲 可是你看到了今天 确实从几乎没有人在讲 到现在是怎么样 几乎没有人不讲 那你看同一档股票 从没有人讲到现在没有人不讲 那你说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哪里 差别当时20出头啦 现在36块多啦 对不对 那你看 眼看就要四字头要倍数达正 你看这种情况 跟当时我们跟各位所掌握的军工股 谁 龙德照船不是一样吗 记不记得当时龙德照船 我们在掌握的时候 100出头有没有 谁在跟你讲龙德 没啊 没人 后来涨到了146块半 全市场都来了 大家都是龙德照船的专家 大家都是军工的一个权威 有没有 大家都在讲 那你就差别在哪里 同一档股票 差别是你买在100块出头的龙德照船 我们大赚初期你是大获全胜 如果你是追在146块半 你到现在还没解套啦 没错 重点就在这里 关键就在这里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到股票里面 到股市里头来 我知道你想赚钱 对 你想赚大钱 但是你要想赚大钱 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讲究方法 我一直告诉各位 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想要赚大钱 你就要怎么样 你就要走在故事的前面 你看看 刚刚我们跟各位所掌握的 不管是倍数股也好 是准倍数股也好 你看有哪一档 我们不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我请问各位 林群有没有走在故事前面 有 有啊 贝利有没有走在故事前面 有啊 智联府有没有 有啊 更不要讲华洪资 当时根本没有人认识这张股票 我们就推荐给大家了 有没有 那哪一档不是在喷出钱买进 有没有 其实你看这个礼拜 大家都在讲 哇 这两个礼拜就在讲 碳交易有没有 我这样说好了 碳交易这两个礼拜很火红 对啊 那讲到碳交易 上个礼拜一堆人带你去追什么 去追什么农林 对啊 去追什么纸类股 纸类股 我只请问各位 你去追农林的 你去追纸类股的 你到今天有几个是赚钱的 是啊 可是同样的 哦 一个碳交易的一个题材 我们从上个礼拜五六日预告 然后礼拜一再告诉各位 礼拜二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买点 有没有 后来我们一出手 到现在四天里面拉出三根的掌停板 今天纵使有出现震荡 它还是怎么样 它还是弱中透强 甚至于尾盘还奋力一拉 从原本的盘下又拉到盘上 这支是什么高票 你都知道中华化 对 没错 我请问各位 上个礼拜 当大家在追农林 在追纸类股的时候 谁在跟你讲中华化 我们帮各位事先掌握 是 对不对 那等到大家都在讲中华化的时候 你看 股价又开始震荡 如果说你一不小心 你又是买在高点的 那你是不是一颗心 又七上八下了 所以同样的股票 你的买点不同 你的做法不同 是结果 那也会大大的不同 所以我说过 方法很重要 好 怎么样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好方法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对的好股票 来转波 对的好行情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下单 贺猛和我们的忠实听众 尤其是我们的会员好朋友们 恭喜大家 今天有一档好股票 今天大盘表现不错 我们这档股票表现更是厉害 6148的花红资 今天已经是第七根掌定板了 掌定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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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不完 恭喜我们的会员好朋友们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方法来布局好的股票 就能够转波段好行情 真的是太开心了 开春以来 老师带大家进场布局的好股票 倍数获利的好股票已经是第四档了 包含我们第一档是 林群三字头到八字头 还有我们的贝力 六字头一直到165块 还有我们的致连福 六字头一直到105块 然后分段操作又来到140几块 是不是档档都是倍数获利的好股票 第四档就是我们的花红资即将要倍数了 恭喜我们的会员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来布局呢 不要忘记了 今天节目最后的广告 一定要打电话进来抢名额 今天有名额的限制 先把电话号码告诉您 023659333 023659333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就回来 好那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飞平 为您要请到是我们的专家 强势罗宾老师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 用对好方法 在对的时间点买到对的好股票 就能够赚波段好行情了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怎么布局老师 我想我们刚刚再一次的 跟各位做一个提醒跟叮咛 我说大家到股市里来 无非就是要赚钱 对呀 可是赚钱一定要讲究方法 不是说今天看着大家怎么样走 那你就跟着大家一窝蜂的往哪里冲 不是的 这样子你很难赚到大钱 我不敢讲你赚不到钱 但是基本上你会赚不到大钱 而大钱才是你到股市里头的一个目的 对不对 女朋友我说了嘛 你看现在大家都在讲 这个碳交易 刚刚我们也说了嘛 可是上个礼拜带你去追 碳交易一开始是什么农林啦 什么纸类股啦 我请问各位 你去追那些农林中纸类股的 你到今天你真的有赚到钱吗 我相信你自己是清楚 可是同样是碳交易 对 我们帮各位掌握到什么 我们帮各位掌握的是中华化 是 上个礼拜五六日我就预告了 嗯 然后礼拜一再告诉各位 礼拜二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买点 嗯 后来礼拜二我们一买 当天就攻上了掌停板 有没有 我 哎 你没有在礼拜二买 记得我来告诉你 礼拜三 还有最后一个买点 对 后来礼拜三有没有买点 你们都知道吗 嗯 9点到12点15分 都在平凡附近 你说你好买吗 你绝对好买啊 对 你也不用追高啊 嗯 对不对 后来你买了第二根掌停板 又吃起来了 那昨天第三根嘛 嗯 你越早来的 你就赚三根嘛 对啊 你晚一点来的 就两根一根嘛 但是如果说 你都没有跟上 你是大家都在讲中华化的时候 你再来 你看今天股价就震荡了 是的 不是说你赚不到了 嗯 可是聪明的各位 嗯 同样一档中华化 你怎么情况下 能够赚的最多 对 你是在上个礼拜 甚至于在这个礼拜一 礼拜二 好 当大家还没在讲的时候 嗯 你就先卡位 先布局 还是等到 大家来追的时候 你再来 嗯 反而当大家都在讲中华化的时候 我们今天买了什么 我们今天买了 六七五二的 好 这个 瑞阳 其实我们严格讲讲 我们昨天瑞阳就开始布局了 OK 昨天买 今天再买 有没有 昨天还买了逢低买 有 结果今天怎么样 今天直接攻上了 掌停板 也是探交易 嗯 对不对 对 今天大家在讲中华化的时候 我已经在 昨天大家在讲中华化 怎么样的时候 我已经在布局新的标的 OK 对不对 同样一个题材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再来买 Python 今天掌停板 你不见得买得到 没 对不对 你还买不到 对 对不对 等到买到的时候 是不是股价可能又要震荡 是 同一档股票 怎么结果 会大大的不同 为什么 因为你的买点不同 对啊 你的做法不同 当然你的结果 那也会有所不同 嗯 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 好 你想想看 你到股市里头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 难道单纯只是为了 5% 10%的这个 加财金跟零用钱吗 我想当然不是 对不对 你要赚大钱 你就要讲究方法 方法就是怎么样 你要走在 故事的一个前面 看看 从以前到现在 对不对 嗯 从去年到前年 反正你一路走过来 你看看我们有哪一档股票 不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嗯 不是在喷出钱 我们就先买好买足 对 然后等着市场来追我们的一个股票 嗯 那你再想想看 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 是不是你想要的 嗯 是不是你想要的 好 如果是 那我说过了吗 既然你迟早 都要加入我们的一个会员的话 对 那你为什么不找 一点进来 对 你看你晚一天进来 那你就晚人家一步 是的 尤其是接下来 我们又要布局新的标的 下个礼拜 全新的倍数的一档 新的一个标股 嗯 下个礼拜就要开始进场来布局了 好 如果说你又错过 那你又要等下一档 那你永远都要等下一次 等下一次 你看你会晚人家多手 对 所以为了方便 各位可以在没有压力的一个情况下 跟进我们的一个操作 我们的小型VIP 我们昨天怎么样 还特别下杀三折 有没有 那当然昨天 反应非常的一个踊跃 那今天 又或者应该讲 这个假日 我们特别再开放 让大家可以用 最低的一个折扣 三折的一个优惠 来加入我们的小型VIP 跟上我们的操作 好 来听我们们今天只有20个名 继续给大家小型VIP 而且是三折这样的一个优惠 跟着我们老师呢 布局我们下一档 就是倍数获利的好股票 就在我们下周廉价回来之后 就在5月2号 欢迎听朋友们赶快打电话进来 心动部马上行动 只有20个名额 赶快来抢名额 就先 猛喝猛喝 我们的忠实听众 尤其是我们的会奥伴们 跟着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进场来布局的 好朋友们 用对方法在对的时间点 进场来买到好的股票 就能够赚波段好行情 今天我们6148的花红资 已经是第七根掌尼满了 掌尼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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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不完 恭喜大家 真的是太开心了 所以说天伙们 为了要庆祝我们这样的一个 开心的心情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 20个名额 昨天反应非常非常的激烈 昨天我们的小型VIP 给大家三折 对不对 很多人已经打电话进来 跟上了 恭喜大家 天伙们 今天老师再给大家 20个名额 只有20个名额 欢迎天伙们 赶快打电话进来 跟着老师准备布局 下个礼拜的 倍数获利的好股票 欢迎听我 赶快播动我们的专线 023659333 023659333 我们今天小型VIP 百万体验计划 再给大家20个名额 给您三折 行动不忙行动 赶快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大体无电话号码 赶快播通 我念最后一次 0223659333 打电话进来 就是现在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024166353 1216353 205193353 1216366 1216355 2216s3356 2216356 1216 available 1216364 1216356 2216356 感谢观看